大家好 刚才看了两段视频 是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 一堆的年轻人 高举着红旗还有镰刀锤子旗 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毛泽东恩格斯的画像 支持社会主义 互换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等等 其中的毛主席的画像 放在了C位 放在了最中间 这也比较正常 因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 这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几乎就结束了 对吧 这个资本主义就要一统天下了 因为社会主义 它本身也是一个国家的实体 毕竟全世界吧 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 就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这个北朝鲜是不是社会主义 还有待争议 包括古巴等等 这些影响力太小了 对吧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剩下那几个社会主义的小国 其实也没有什么存在感 而且基本上 也就被资本主义给围剿了 所以对吧 毛泽东放在C位呢 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而且啊 对吧 其实毛主席啊 在国际上的公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包括当年的基辛格和尼克松 来北京见毛泽东 彼此之间的谈话 基辛格以及尼克松呢 对毛泽东也是非常佩服的 因为中国的开局 也就是说呀 民国末年的中国 其实是非常非常烂的啊 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呢 把这个国家统一了起来 整个的社会呢 重新建立了起来 而且对吧 民众呢 也都动员了起来 逐渐和落后的封建社会的进行切割 进入新的社会制度等等 虽然生产力啊 还没有发展的特别好 但是先把生产关系陆续解决等等 当时在国际上啊 是公认的非常的强 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做到这个步骤吧 或者是做到这一步啊 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所以啊 西方的帝国主义啊 对毛泽东是非常害怕的 那么他们也会挑唆 指挥境内的很多的遗孽呀 以及公知啊等等 来造谣毛主席啊 包括他的儿子毛岸英等等 不仅仅是国内吧 包括国外对他进行造谣啊 诋毁呢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事实上啊 在1970年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譬如1970年的9月9日 在法国巴黎 200人聚集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前面悼念 那么9月11日呢 法国巴黎的群众在街上游行 挨到毛主席的逝世 在同一天 意大利的群众在罗马游行 也是悼念他的逝世 9月17日 斯德哥尔摩的 对吧 1000多民众呢 也在1月晚举着火把 抱着他的照片游行 走向追悼会场 悼念这位刚刚逝世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领导者 所以回到德州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通电全世界 声援德州的同志啊 春风吹战鼓雷 德州人民 怕过谁呀 德州是典型的红州 红州人民打红旗 这不是很正常吗 只是这个红脖子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想通 找一个巨富 找一个资本家的代言人 找川普来作为他们的代言人 这不是很荒诞吗 这不是很可笑吗 对吧 不过话也设回来啊 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呀 还是算了吧 那样的话呀 美国会更强大 也会更可怕的 所以社会主义的美国 还是算了吧 哎呀 所以呀 这个美国人民呀 既需要他觉悟 也不需要他觉悟 对吧 需要一部分美国人民 觉悟起来 但是啊 大范围的觉悟啊 目前来说呀 还不具备实质的条件啊 主要还是因为呢 美国其实主要并不存在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 巨大的矛盾 也并不用说 这个阶级斗争了 因为美国是用剥削全世界的办法 收买了本国的无产阶级 美国的无产阶级啊 和美国的穷人 实际上是充当着 垄断资产阶级的 超额利润的 分赃者的身份的 也就是因为这种分赃 让他们习惯了 享乐主义 并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呢 一起剥削和仇视着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 呃 即使啊 美国有个所谓的 美国的共产党 但事实上呢 也很难称为是 无产阶级的政党 而且有句话 对吧 怎么说着来着 十个美共 八个是CIA的卧底 还有两个是民主党 这个美共啊 已经被渗透成筛子了 但是我看 德州奥斯汀的 这个五一的这个游行啊 看他这个架势 还有他的这种方式 他应该 他不是美共啊 美共不是这个路数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网友啊 因为我看微博上 他们转过来的这两个视频啊 两段视频啊 对吧 没说微博了 也没说到底是 奥斯汀的什么组织啊 他没有说啊 我不太清楚 对吧 但但看起来肯定不是美共啊 因为美共不是这个路数的 这个不就不详细的说了吧 对吧 尤其是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啊 还持续的撕裂社会 制造矛盾冲突啊 什么种族冲突啊 民族冲突啊 以前也说过呀 这个民主党啊 老搞种族平等 搞种族平等 就不要贴标签嘛 贴了一堆的标签 如何平等啊 你是亚裔啊 他是非裔 他是拉净裔啊 他是白人 你这一堆标签 这不就是把你的身份 通过标签固定化吗 通过这种标签的固定 那种族平等从何谈起啊 譬如亚裔内部 又给你分出一大堆的裔了 这个裔 那个裔 那个裔 这个裔 更何谈平等啊 对吧 种族平等 首先要把这些标签去掉 尤其是加在这些标签上的啊 各种这个政策的限制啊 呃 对吧 还有很多的东西啊 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吧 对吧 尤其是美国还持续的存在着 这个毒品合法化呀 等等 所以啊 美国的这个小镇啊 所搞的社会主义游行 仅仅是一个游行 呃 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嘛 也远没有黑命贵的影响那么大 所以在美国说实话 也没有那么特别大的影响啊 呃 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吧 因为在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啊 呃 有个民调啊 在美国的年轻人当中 对社会主义呢 并不反感 甚至有一些啊 还 对吧 比较支持啊 更有一些支持的比较狂热 当然这和桑德斯有很大的关系咯 对吧 啊 这个桑德斯啊 被人戏称为桑书记 桑德斯 也是 怎么说一方面势单利孤吧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 有着非常强烈的 这个 国家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嘛 当然其实不管是什么主义啊 本身就很难突破国家的界限 突破国家的界限啊 可能需要更长远 更长久的社会发展吧 呃 也许是100年后 200年后 300年后吧 但至少放到现在啊 也是并不适合的啊 所以这也是全面说的嘛 如果美国真搞了社会主义啊 它会更强大 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好的事情啊 不过我们回到德州吧 德州这些年啊 一直有这个独立的势力啊 要建立德克萨斯人民共和国 呃 这个倡议啊 很久了 不过呀 在德州独立之前 估计加州早就独立出气了 嗯 而且啊 这个德州呢 对吧 一方面是红脖子的汇聚地 另外一方面啊 德州其实对帝国主义的金融垄断剥削的认识啊 自古以来就非常的深刻 比如美国有不少反这个金融垄断剥削的电影 讲的都是德州的故事 比如富长导火呀 富长导火啊 劫匪都是 那么把垄断资本如何利用底层控制底层 还有底层人民思维的局限性等等 都描述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 所以这个德州的红啊 一方面又是红脖子 一方面呢 又是另外一个红啊 呃 另外一个红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反金融垄断呢 同时啊 让这个底层人民呢 提高一下自己的认知 但是美国也很难出现这么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啊 对吧 扎根底层啊 提升底层人民的认知啊 等等 共同的去颠覆 当然在西方吧 因为他这个选举制度啊 他嗯 其实武装革命是没有市场的 呃 当年东西马之争嘛 波恩斯坦 对吧 还有这个 嗯 黎普克内西等等 这个之争嘛 其实波恩斯坦那一套啊 在欧洲其实很有它的道理的 因为有选举嘛 你去让更多的这个民众啊 听你的啊 通过选举通过写票 进入议会 走议会斗争的路线 是更现实的 那么如果从议会斗争这个路线上来说呢 那个桑德斯啊 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成功 但是他其实也成功了很大的一部分 如果放上到 放到他这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也是比较成功的 毕竟啊 对吧 他的这帮支持者 美国的年轻人 并不像麦卡尔西主义时代 对社会主义啊 充满了仇恨 第二个呢 美国的这些年轻人呢 也意识到了很多的东西 第三个呀 还是美国 其实从国际上 获得的超额利润啊 越来越少了 在国际上的剥削呢 也越来越少了 如果在国际上 获得的超额利润变少的话 内部自然就分配不均 分配不均的话呢 阶级矛盾也自然会凸显 所以现在美国是 对吧 既有阶级矛盾 又没有阶级矛盾 阶级矛盾呢 并没有那么特别的凸显 但是在逐年的凸显当中 所以前两天啊 这个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吧 基辛格 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基辛格对美国未来的前途命运 还是非常担忧的 他当时就提到了一个 就所谓的中美脱钩吧 产业链回美国啊 他也认为这个 产业链是回不到美国的 也就高端产业能回来一些 总的来说是回不来的 因为产业链一旦回到美国的话 美国的矛盾又重回 六七十年代了 重新变成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美国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 之间的矛盾 那么目前美国没有这个矛盾的 主要的原因 还是美国的工人阶级 在逐渐的消失啊 因为美国的工业本身就是萎缩的嘛 美国萎缩工业啊 一方面是海外的劳动力便宜 另外也很重要的是 消解国内的经济矛盾 尤其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然后通过海外的剥削 对吧 建立庞大的服务业 同时啊 也让美国的这些工人阶级 能够分到一杯羹 只不过是现在啊 更多的工人阶级呢 似乎很难分到更多的羹了啊 这就是赵婷那个电影吧 所描述出来的一些的东西啊 只是现实啊 并不像电影那么浪漫 那么充满了诗歌的色彩啊 充满了艺术的色彩 因为现实是血淋淋的 也是充满了控诉的 所以吧 看赵婷那个电影呢 很多的影评啊 包括下面的评论啊 也是这种批评的 就是类似啊 那个帝国阵 失业的这些工人啊 或者是被迫 坐着乡市货车剧流浪的 这些人啊 并没有那么浪漫 并没有那么快乐 相反 去流量也是被迫的 那么这在另外一个程度呢 也说明啊 美国国内的阶级矛盾 又是存在的 甚至有扩大之势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最后还是说一下 谁知道这个德州 这是个什么组织啊 评论告诉我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